如何购买红兰卡Part C的部分 Part C它在联邦医疗保险里头 我们叫它叫联邦医疗保险优惠计划 或者是你在选择计划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们会写着Medicare Advantage Plan 基本上它就跟我们去买套餐一样 C的部分就会包含了 Part A住院险 Part B看诊的险 还有Part D处方药的险 合起来变成一个单一的计划 基本上它就套餐一样 它什么都包含在里头 那Part C它也是由政府提供的 只是它由私营的保险公司来承保 所以你是跟保险公司买这个Part C的部分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保险公司你可以选择 那目前来说在我们南加州的部分 很多保险公司都是提供零月费的计划 意思就是说您在拿到红兰卡Part A跟Part B以后 您参加了Part C是不需要负担任何的月费 你就可以拿到一个Part C的部分 那当您登记了Part C以后 你自然里头就有Part A住院的部分含在里头了 还有Part B看诊的部分含在里头了 还有Part D处方药的部分含在里头了 所以这样子你参加了Part C 其实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计划登记 你的这个红兰卡的登记期的部分 你如果说有买了Part C 那这个部分你就全部都已经完成了 那Part C的部分呢 每一家保险公司都会提供不一样的福利 在这个额外的福利的部分 那因为呢Part C的部分是这个健保公司 跟红兰卡拿合约的 所以它必须要提供比红兰卡 传统红兰卡更好更好的福利 所以呢你会看到在比较计划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们计划打出来的时候 会告诉你说Part A住院险的部分 不需要缴交任何的费用 Part B这个看诊的部分也不需要缴交任何费用 还有这个处方药也会提供很多 零零扣配的这个处方药给您 还会提供很多额外的福利给您 比如说您有一些计划里头 可能涵盖有免费的健身房啦 还有什么免费的配眼镜啦 还有交通车 甚至针灸 还有这个肌骨神经科 这些福利都会提供给您 所谓的额外的福利就是 这些其实并不是红兰卡的这个福利 那是由您参加的健保公司 额外提供给您的福利 那要提醒您 您必须是要参加就是 所谓Medicare Vantage Plan 这个Part C的部分 才有可能得到最多最多的额外的这些福利 如果您参加的是其他的计划 或者是说有一些人说 我不参加Part C 我只想买Part D 或者是说其他的PPO或Supplement计划 那您在额外的福利的部分 就可能会减少很多 所以Part C我们叫它 叫联邦医疗保险优惠计划 基本上您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多的福利 Part C目前比较大的缺点就是说 很多人如果说并不喜欢所谓的HMO的计划 那很抱歉 Part C大部分目前就是属于HMO的计划 那HMO的计划呢 基本上就是说您要转诊 您会有一个家庭科医生 那您要看病 那要看专科医生的话 要由您的家庭科医生帮您转诊到专科医生 您会在一个医疗网里头 那医疗网它本身呢 就是帮这个健保公司做医生跟医院的管理的部分 所以医疗网在这边也提醒您 他们是没有资格帮您参加任何的计划 那医疗网是在这个健保公司底下 所以呢 你在Part C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这样子的计划里头呢 你一定就会有一个医疗网 所以如果有些人在讨论的时候 你是不是参加了某个医疗网啊 这些他们应该都是已经参加了所谓的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就是Part C的这个部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